議長勞慶寧的秘書利用議會休息時 在議事堂內穿梭 尋找每位縣議員連署抗議花蓮縣長霍坤旗 抗議副坤旗不斷利用媒體放話 花東兩縣人口數來分配花東發展基金400億 引起台東縣所有議員不滿 這把火燒到所有台東人 也有民眾表示至少一人一半才公平 這樣對台東來講是比較不公平 因為花蓮建設已經蠻多了 而且那個雪山隧道通了 它那邊發展的更快 台東是像南橫那個路 每次只要有下雨颱風它就會垮 所以一直在擴建從來沒有一年做好的 它是400嘛一個人200 花蓮200台東200 我認為台東要多一點 台東有沒有比花蓮還落後 不用開計程車的問獎和路邊賣花的老闆娘最知道 是覺得台東要多一點 台東要多一點 對台東要多一點 因為台東真的是很落後 台東真是三等國民 不管是交通啊觀光啊或是醫療方面 都比花蓮差得太多了 不公平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比較濃厚嘛 就是要多一點建設發達 你覺得我們分多少相公平 不然一半嘛 不要說他們比較多啊 我們就比較濃厚啊 為了台東的進步 不願再做三等國民 這回台東人決定站出來連署 希望中央能聽見台東人的心聲 東台新聞陳介台東市報導 進步到